Anyway 1872966 1872977 聽Sara的電話 Hello Sarah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啊 Sarah Sara 有小朋友 40頭 不是啦 我跟你說過電話了 多久之前 我想年兩 不是 我猜剛剛年頭 我是說去韓國看Sexy Show 哦 我記得你了 有沒有人記得 她看韓國的男人 很有型 韓國仔嘛 是啊 很大隻那些 韓國仔應該真的很有型 他們很有型 很有型的 看到那些女生 鬼叫 他們不像香港那些 那樣肉酸 1999 他們都很有型的 全部都很有型的 但是都好玩的 先說回你 那你就想說關於 我們剛才說過的疲民分析問題 那你就 你是一個女兒的 是 你有多少個小朋友 一個 一個 就是這個女兒 她現在多少歲 十一歲 差不多十二歲了 OK 在讀 六年級 六年級 下一年就升 方溫 對 但是這個疲民 你說你的女兒在四歲的時候做過 原來這麼久之前已經有了 是啊 那時候很行 就是買一大套書 那些 那些 現在也是 那時候有一間 就說 你給50元就可以了 就可以去做這個平衡測試 那我就帶了她去做 那她就跟她量了十隻手指 然後就做了一個報告出來的 是 當然我知道 那一個 測試 就應該是比你們上一次那些 說得簡單的 但是那一個 我們那個已經很簡單了 不是 原本可能你那個要再詳細一點的 當然 我們那個要長的 原裝要四五個小時 是啊 那她就 印了你十隻手指之後 就會有一個報告 就分析了 你是哪一類型的人 嗯 然後就告訴你 你的身份是什麼 譬如說 你比較擅長什麼 她的性格是什麼 嗯 那變了如果 譬如說 那她一直這樣跟我說 那我覺得 大致上是相配合的 而她也都有一些 概念 譬如說 她好像是貓頭鷹的 那一類型 那她就說 她很喜歡跟指示去做事 譬如說 啊 我設了一些指示 譬如說 你要做完功課 我才讓你玩 那如果你是 你給了這個指示 她 她是會 follow follow你的指示 嗯 其實呢 如果有這些 guidline 你知道她的性格 其實 其實小朋友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你知道她的性格 而去做一些 feet for她的事情 而她覺得 我信氣 我聽你的話 這樣 嗯 這樣 我自己就覺得 你知道她的性格 和她有些什麼 的強項 或者弱項的話 你只要發揮她的強項 不要逼她的弱項 其實她的生活會開心很多 那你做完那個測試 你有沒有 真的在生活上 做出了一些 你覺得 我都要刻意 專門因為做了這些測試 而改變的 而真的看到效果 其實呢 我不只看一件事 那我就看完她的八字 那裡做的都看八字 不是 另一科 另一科 真的她的 真的她的 分幾次了 不是 她一出生 我就去看八字 那我知道她的命 大致上是怎樣 你都要知道她的命 你才可以再去 怎樣去改變她 是嗎 那 譬如說她 她說她的命 很好的 很厲害的 那你就給她多些書 給她多些東西 那她就會 會厲害一點 是嗎 那你給她的書 然後她就看了 別人又會告訴你 你看看這件事 可能對她的性格 有幫助 或者你對教她有幫助 那你就去看看 然後知道她的性格 因為其實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大數據的分析 那她分析了很多不同的人 所以她的標準 我覺得是有一個 叫做什麼 那些叫做 統計學的 設計 對 變成她相差不遠 那我就知道 譬如說她比較 在藝術方面 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就會 塞培 就是給她 對 對 給我畫 你畫吧 畫個心心給媽媽看 先在車廂裡 你如何留下一個白色車 你錯了 如果你這樣去給她 你就會間接 好像逼她去做一件事 那應該怎樣 放一枝 放一枝在門口 放一枝在前面 這麼有趣 為什麼她有枝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 我還是要先去煮飯 哈哈哈哈 我現在睡得很累 不要翻三五個小時 還沒睡醒 哈哈 你們都是怪獸家長 應該就是 哈哈哈哈 這麼怪獸 應該是怎樣 應該帶她去 就給她看看 畫畫的工具 最初的時候 給她一些畫布 畫筆 她自己亂畫也好 總之 就賺她漂亮就可以 她畫到 怎樣都可以賺她漂亮 你要給她一個 鼓勵 讓她越畫越漂亮 這樣就可以了 我現在的女兒 自己上網 看別人怎樣畫 她會自己去學 比如她現在畫一些畫 畫一些日本公仔 會漂亮 她在學校 叫做拿一點獎 那些 變成 其實 你知道她的強項 其實 現在為什麼這麼多 我們說的怪獸家長 就是因為 不聰明那些 你都要逼她聰明 她對那樣 譬如她真的有興趣 她都沒有興趣 你這麼說 不聰明要給她聰明 因為在皮紋 我們沒有問這件事 會不會有些人 全部都什麼都不妥 什麼都差 即是犯犯不行 那怎麼辦 我們沒有問這件事 那我的意義呢 白癡 因為我們阿叔 又不要這樣說 犯犯差未必是白癡 你這麼說 不要聽 你明白 如果犯犯都差 她是一個很樂天的人 她不用怎樣做 她媽媽可以支援她 她快樂地生活就可以了 不是 你這個已經是說故事的結尾了 即是王子和公主 以後快快樂樂地生活 這個故事 看不見 我和強尼都沒有問 我都真的醒不起 應該是問的 即是那些 現在看的表 好像是十格 十格 如果格格也不妥 全部都低得不得了 老闆只有六個 很多X extremely bad 那怎麼辦呢 怕是這樣的 因為剛才你說 哪樣強 就在哪樣 嘗試去栽培一下她 嗯 尤其是真的 每樣都不妥 但是呢 我有看過一本書 我看過一本書 就是講 一個小朋友 那些人說他 即是 不太懂得說話 這樣呢 他爸爸就是一個神父 那他爸爸呢 就不斷地教他不同的語言 其實呢 後天 你知道他弱 但是你不斷地去栽培他 或者是什麼呢 他是會有進步 不是沒有進步 是會有進步的 只不過可能他會慢一點點 但是一定要有鼓勵 不是你剛才還沒說完那個故事 那那個年輕人怎樣 他就一直在生活都很開心 直至出現了Google Translate 不是 其實他的名字是Google 那個小朋友 後來認識了十幾種語言 因為他那個是神父 他去很多不同的國家 帶著他 他跟很多不同的人 都有交流的 那他就能學到 問題就是 你給不給他接觸 而 但是不像香港那樣 你接觸得這麼多 這麼廣泛 而各種都不正 有些人是這樣的 但是有些都不是很廣泛的 我覺得香港 如果你說只是 學校裡面的課程 或者教育標準 有很多東西 小朋友是接觸不到的 尤其是跟藝術性 且上關係的東西 對不對 你說學術性的東西 都齊章的 藝術東西真的很少 有哪個學校在香港 有哪間學校 是有譬如陶瓷的 我不是說沒有 但是肯定不多 但在外國那些 英國那些 很多都有 陶瓷對他來說 非常簡單 我以前讀過那間有木工的 我那間都有 有啊 我那間是香港 香港是嗎 但是香港的爸爸媽媽 不是需要他去做陶瓷 那就是 去到尾 你說是否真的有足夠的範疇 給他們發展 沒有人告訴你 你鬥木 不能找到一頓好的 你鬥到會飛 或者你把木鬥到很有藝術性 你就成為一個藝術家 是啊 這個就是 學術性 香港人是足夠 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你說 你生一個小朋友在香港 而他學術性方面 原來他真的是偏弱的 但是原來藝術性方面 他就很有可能 很強的 那就糟了 那放在香港就放在哪裏 會 有人說 如果美斯龍斯朗在香港出生 就輕輕了 現在也是安身 死了 媽媽也不讓你踢足球 你讀多些書 所以這件事 假如家裏是可以的 是否驗完這些皮文 不是 他真的在藝術方面很強 你是不是會放棄 我原本讀藍拔瑞 對 你是否讓他去讀體藝 對 體藝或讀音樂中學 有間音樂學校 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 這樣吧 不如我們在學課以外 我們晚上多多多兩課 去練習單黃管 可能只是加操 可能是 阿仔知道這是什麼 這叫樹琴 樹起來彈的 你試試看 其實我自己的方法 不是這樣的 我就會告訴你 學校 中學會要求你 做一樣樂器 那你就自己 用心去想想 看看你喜歡哪一樣 你就先學一下 你也要解釋給他聽 可能他接得不多 對 我有給他一些卡通片看 對 這樣就讓他知道 然後他會自己的選擇 選擇我未必會給他自己 我就會讓他求你三次試 所以我才會讓他學 為何會這樣做 即是他要他的決心 你要決心 你要求我 那你的諸葛孔明 求我 三股草勞才行 如果他是求你給他學 他一定會很有能力去學 但如果你說 兒子 我為你好 那你去學 如果你不學 你會很辛苦 他會覺得這個 是一個負擔 如果兒子 就是了 如果兒子 好些 起碼他以後追女子 也會有耐性 要不然走去 行不行 那我那個是女兒 我也是這樣給他 而他就接受 所以我就說 你要了解他的性格 你才可以去駕馭得到小朋友 譬如說你不了解他的性格 你怪獸家長 你駕馭那個小朋友 你不是給他有自由 哦 但是你要首先 知己、知彼、百姓、百姓 你要知道他 那個人是怎樣的 原來他根據指定 而我告訴他 你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那你要努力 那你有求我才給你的 那他就會更加努力 而我給他去學 我亦都沒有逼他去考試 那他作為一個娛樂去考 我給他學了三年半 才去 他願意 才去考學二 那他是學長劇 那他亦都自己很願意 那他就不會覺得是一個壓力 他就會自己比較深一點去練習 其實 嗯 你說什麼 是 你說吧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你的女兒 從四歲到十一歲的性格 有沒有改變過 也有的 因為始終跟同學生長大了 他是有變 但是基本上是沒有的 譬如說 我跟他說 我說 今天一定要跟我讀了 因為他中文不是太好 我說中文 我上班之前 就要跟我讀報紙 然後就默書 墨寫生字 他都願意 你給了一個規定 我上班之前 我就會跟你做一樣的事情 他大致上都願意 他是比較跟規定去做事 而你的規定 你要自己拿緊 你不要說今天我喜歡 就這樣 明天就這樣 他就不聽你的話 這就是由我所謂疲民分析 那時候做出來的結果 然後你就透過這個結果 去說原來要這樣做的 其實你覺得 你覺得是否這麼準 我一直都是採取一個很客觀的態度 去看這件事 我們都不敢說 100%可以 還是不行 因為當日我跟強尼組都說 有些位置很準 其實準和不準是一個參考 但是你覺得他準是因為你看了之後 你再follow他告訴你 而去做 那你就會覺得更加準 因為你慢慢會 這樣就變成了什麼 這樣就變成了 你去投入他的帶領 這樣就沒得不準 是不是 即是他告訴你 是怎樣 然後你跟著他講 當然我們不是要去挑戰 這件事準不準 但是如果我們第一天 打算拿這件事出來 去用一下去評估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適合我的小朋友 是不是他這樣說 我就要跟著他這樣做 而這樣做是他的適合好 你自己 你回想一下你自己以前小時候 你媽媽什麼都不知道 你的性格是怎樣的時候 他現在也是 他去用的方法 有時候你會覺得 喂我都不是想這樣 你跟你要這樣 其實是令到大家 因為每個小孩 這裏真是最公道是強尼說的 我們自己做個小孩知道 每個小孩想怎樣 每個小孩都想 你給我吃雪糕 看電視 下街玩 打遊戲 每個人有照片 接近一模一樣 很少說 我求你給我做功課 測驗 媽媽你可不可以跟先生說 如果一個星期才默兩次輸 我覺得很悶 可不可以每天都默輸 那個問題 你看看 到先生準備 聖課 我們明天有突擊超驗 耶 那個小孩 一定被人打 那個小孩 在學校 對不對 如果你是知道 譬如有些小孩 那個性格是比較反叛 那你就會用一個 譬如你想他做這件事 但他很反叛 你就先告訴他 你做那件事 那你看看 如果你這樣做 我又會給你另一件事 如果你這樣做 我就會給你這件事 讓他自己去選擇 其實你教也有很多方法 你只不過是知道性格 我經常擔心 我們就說那個疲民 但有時候可能會變成教學方式 當然 你也有個女兒11歲 疲民是因為 你首先要知道她的性格 我知道 我跟Ben他所說 疲民你知道她的性格 但我們現在就覺得 疲民是否真的這麼準確 可以知道她的性格和喜好 根據你的見解 因為你女兒四歲 那時候做一次 你已經11歲 你四歲之前和四歲之後 你見到的 是否真的 那份報告說的 是這麼對的意思 我自己覺得 她的主的性格 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即是不是對 那份報告出來 告訴你應該這樣對她 那份報告出來 對 那份報告出來 上個禮拜我們也有說 其實如果 你說拿完疲民 不是 星期一播 分析 雖然我們上去是六 你拿完疲民分析 其實對於 現在大家經常都會 專注於小孩子 但其實Vinia說 即使你聘請人 或者情侶也可以 我姐 我作為一個父母 是否覺得 在引導她 或者跟她溝通的時候 就更有效 不用繞多圈 原來她的喜好感 我就更容易溝通 剛才我們也問 你覺得 4歲到11歲 你真的跟她的溝通 是很直接 很有效的 會 會 因為 你不用繞來繞去 你不用測試 究竟 我這樣 她會不會喜歡 又或者怎樣 總之 你 我 我明白 我們的意思就是 假如 你沒有去做過這個疲民 會不會辛苦很多 又或者 但是你沒有做過 我都只是用死一個方法 可能有權都是這樣 我都沒有了 是 都有權的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沒有 是 有權是這樣 當然 我都不是挑戰她 我都相信 真的 你說事情是準的 你找對方的 如果整件事是OK 當然是找到方法 幫到手 不是 你都要一路一路觀察 你如果 你覺得 你做了這個測試 而你自己 譬如說 跟她 去批評 原來 是不可行的 那你便要用其他方法 即是 那一次的測試 即她檢查的東西是不準確的 那就變成了 你要自己找到第二件事 但是 你起碼 做了第一步 我試了 原來 這個 統計 會是這樣的 你先試了 那可能 一試便便 你便可以更容易 我還記得那天Winley說 幾年要一次 因為會轉 幾年要補一票 每幾年補一票 你有沒有 我自己就沒有 因為 我自己覺得 她 都會一路一路變 但是你跟她的關係 和感情 都會一路一路變 所以 不是說 如果每一件事 你都是這樣 每一次去檢查 原來她 現在要這些 變成 你便 依賴了那件事 而不是從她的心裏 告訴你 Sara 我當然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 有沒有這個疲民 即使你每個月去檢查 你和她的感情 都會深入 沒有關係 是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覺得 你首先有一個基礎 基礎 就幫助你 從小 慢慢訓練她 和她建立一個關係 但是 都大了 如果她想再知道 深入一點 她要 譬如說 出去 結識朋友 或者見工 要再深入了解自己 再深處 我覺得她應該是自己去 而不是 而不是 就不是用我的錢去 自己賺錢去做 自己賺錢去做 媽媽已經做了一次 你一去 你帶著你將來的男朋友去 你倆查一查 究竟你們合不合 是的 就不是說 我就可以再 我幫她去看 帶著她去看 而她會 去改變她自己 那你有沒有做 我自己 我自己沒有 你應該不玩一下 我自己沒有 因為 因為 你記得當時做多少錢 50元 曾經有些很便宜的 50元 手指借我都不嫌貴 因為她說 她是買書那些 即是包我 她說給你優惠 所以 然後人家上去 你那個女兒 適合什麼 那我可以不買 我後面是沒有買 那你就很划 還有Vinnie 那時候 上次有說 她們不知道 成為什麼 之前 她們要儲滿 二萬個個案 我想她們都在儲存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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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合理 這個推論 其實我經常都 因為我不在 我很多問題想問她 那個儲存 儲存 你們做這些 的人會比較 這件事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 銷售這件事 我只是用家 但我想 指紋又未必 在種族上 有太大分別 但因為我們本身 香港人的文化 有點不同 這件事本身是哪裡來的 當然 這件事 是美國那邊 首先發現 因為她那時候 每一個人都要打指紋 而她們就發現 哈哈哈哈 寶寶不用 但是她們做了一個統計之後 發現 在監獄裏面的罪犯 尤其是很嚴重的那些 其中有一些指紋 是有一些mark 是特別 是每個人都有的 比較相似的 是的 所以她們就開始 發覺了這件事之後 他們就開始做 中文的面相 蛇頭鼠眼 對呀 對呀 尤其是一樣的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 只不過她好像 證據重一點 哈哈哈哈 微微散財難聚的那些 哈哈哈哈 大家都要 就是 看多一點 看多一點 又不要只信一樣 要各種東西都知道 這樣 你去看這些東西 才會比較全面一點 都明白的 所以 以你的經驗 你覺得 沒有壞的 可以去試一下 如果說得對 說得對的 就個方法去做 50元現在很難的 我知道 現在沒有了 沒有的 我猜 是啊 哈哈哈哈 那當然 那 那 女兒也是這樣 有壞和不壞 可能你中文沒有壞 英文壞 一點 但是中文要努力一點 所以拿回多一點點分 其實多鼓勵 她自然會好些 這樣 所以要摸到 小朋友的性格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你不知道 那個性格是怎樣 好像 阿Ben那樣 你很樂觀的 但是我每天就逼你讀書 你都不開心 你又喜歡玩 你又喜歡玩 我剛才不記得 Vinnie說的 她說我樂觀 我忘記了 她說我最記得的是 亂吃東西 你喜歡亂吃東西 我最記得的是 亂吃東西 沒什麼要求 你不用擠我皮紋 看錄圖就知道 我看到了 我跟Vinnie說 有些東西 可以Google到的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Anyway 我們多謝Sara 打電話來跟我們分享 你現在都很乖 是吧 OK OK 已經很好 好 多謝你打電話來救救 我們 起碼有人跟我們聊天 有興趣的時候 有空就打電話來聊天 好嗎 好啊 Thank you Bye 1872-966-1872-977 等你們電話下休息一會 講真話